卧底未传递情报 居然用这么羞耻的方式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 《辩解 钱罪犯》 警员拉菲格因谋杀伯格的罪名 被判无期徒刑 在监狱里他认识了一位教授 教授看起来思思文文 狱中大佬却为了几句话 指得服服帖帖 原来他是高智商犯罪心理学家 看人一眼就能将他的过去和想法抬头 这一天黑发女来找拉菲格 两人一见面就隔着玻璃奔上了 原来他们借这种羞耻方式交流情报 亲发女是保安局派对接的 拉菲格不是真的杀人凶手 她近来当卧底 目的是挖出藏在警队里 和伯格死亡有关的黑警团伙 与此同时 有个犬发女来探望教授 巧得知她就是伯格的爱人 她由于伯格的死 情深混乱 现在是教授的病人 却不知自己已经被她催眠 把教授当成伯格 而拉菲格在接近任务目标眼镜时 发现教授居然和眼镜也有过不少接触 她一边说着自己和拉菲格目标一致 一边又用精神控制让眼睛自残 事情突然扑朔迷离起来 接着教授还被人捞出监狱 而拉菲格从眼睛口中 挖出了藏在警队里的反派 刚好反派下周 就要升职成警队一哥了 于是拉菲格赶紧准备离开 到外面调查 读到这时 证明身份的资料被教授派人偷走了 接着教授又主动帮她逃狱 她这时才知道 对方到底在做什么 她帮反派手中的毒品找买家 交易时反派又冲出来抓人赚攻击 这样就没有人会因毒品受害 教授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邀请拉菲格加入 不过拉菲格拒绝了 认为他们犯法就是不对的 幸好教授是个私人人 把身份资料误归原主就放人走了 但他也没这么容易死心 还想继续动手脚劝服拉菲格 从他回忆里可以得知 在伯格死的那天 拉菲格并没有开枪 真正开枪杀人的是教授的手下眼镜 至于眼镜为什么要杀他 简单来说 就是教授认为他违背理念 便派人除掉他 时间很快来到 反派生职为一哥这天 教授带着卷发女 来到交接仪式凑热闹 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了拉菲格 他把反派挟持到小房间 正义的他无法接受 反派在警队里接着犯法 教授连忙进来当和事劳 在他看来 为了利益而站在一边的反派 只是没棋子 拉菲格才是可用人才 教授一直都在努力打建黑警内部 借他们的权利变成制定规则的人 重新建立公平和公义的规则 而拉菲格认为教授说得好听 可杀人犯法就是不对 他不该随意决定伯格的生死 虽然拉菲格在卧底生涯中 经常采过界 可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两人三观不同 没说几句扭打在一起 全然不知卷发女躲在角落 他听到教授的话才清醒过来 爱人伯格已经死了 而害死他的人就是教授 一怒之下冲出去 捡起枪把教授打成了筛子 这结局估计是编剧玩错的结果吧 好了故事到此结束 喜欢的给我点个赞吧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